今年看年很多官司都會來推薩出演唱會 何時就怕那天很多鄉親要來照顧 我們總法官政府很大心 說特別在12月19日 也就是後禮拜拜六 要在我們總法官立體育長 基盤感恩祈賀演唱會 而秋天翁任憲基 也會特別回來到高雄來唱阿長 跟鄉親度過以快安眠 青年朋友真愛的歌手帶來好聽的歌曲 今年中華管政府沒有基盤看年演唱會 在12月18日開始 他年末去給華東來代替 最受祝福的就是阿豬天翁任憲齊 準備回來高雄演唱 用歌聲跟人共度軟心的年末 所以規劃了一系列非常軟心的活動 那我們從12月18日開始 在我們美術館前面 我們就開始有一個聖誕點燈的一個活動 那當然也把這個燈點亮我們的一個八卦山 讓大家有這個機會到八卦山 去走一走看一看 我們壓軸的亞洲天王 也是我們彰化之光任賢旗 會來這個做壓軸 那往會我們還有480秒的一個這個 高空煙火秀 那我們會用最豔利的這個火花 獻給我們所有的這個朋友們 王妃美宮條 因為他爭的關係 和韓國亞洲受到影響 今年的年末期 讓華東真感謝露油三亞社會 跟露館公會頂單位的協助 跟中華管政府做會拚觀光 12月19日晚上在彰化鮮利體育場 2020彰化 歲末祈福晚會 我們不見不散 化妝新聞中心中華 彩虹博登